莫儿,你怎么样了? 母妃,老五啊,今晚的事朕都知道了,老三媳妇啊,老五的病你可能治啊 五弟是心病,只要心结解开自然不治而愈,只不过心病无药可以 好孩子,母妃知道你的医术天下无数,看在莫儿换你一生三嫂的份上,求你帮忙治治她吧 莫儿要是一辈子都好不了,我这个做母妃的,也不想活了 两母妃放心,我尽力为止 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,由云玲来给五皇子做心理辅导 景王夫妇,难缠哪,这景王夫妇哪里是能被轻易拿捏的人物,都怪老夫没有看清行事啊 封左相下令后,封锦威便被送去了城外庄子养病,只是很快 就有噩耗传来 报,城外山体积雪坠落,小姐的马车受了惊,那马连人带车的,坠下了悬崖 唉,派人去找找,找到了以后,好生安葬吧 景王夫妇啊,莫怪我无情,凤家已经留不住你了 另一处陌生的念楼梨 是你 哼,真是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 皇爷早就说过,只要你好好配合,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报酬 你倒好,非要节外生枝,把自己做成这副德行 赶快把我们要的东西交出来,别让我再催第二遍 封锦威慢慢回过神来,想起这几日发生的一切 祖父他,竟然会对我痛下杀手 我给,我全都给你,但是,你们要给我安排个正经身份活下去 没问题,好办得很 如果不是楚云林总横插一击,神气那个碍眼的女人早就死 来人,给她安排个婢女的身份,先送到歌书部身边吧 可是,歌书部将军一直问,你为何还不去历城示好她 你告诉她,我如今已是贤王侧妃,不可能再委身于她 你告诉歌书部,给她送去的,乃是大舟京城里 除了靖王妃以外最漂亮的女人 是 哪有这么巧的事 前脚她刚送去庄子养病,后脚就坠下山崖了 此时的确有封左相的兽意,她是在向父皇表忠心的 听说封锦卫死后,封家发现她的寺院里养着不少奴婢小丝 都是她四处搜罗来的,个个模样俊俏,却浑身失伤 真没想到,看上去那样貌美的女子,竟是个蛇蝎毒妇 没错,那封锦卫有灵虑男子的癖好 私下拐骗搜罗了不少穷苦百姓家的少年做小丝 当初封锦卫逼迫取悦,她我低死不从 她一怒之下,便破了我一壶滚茶 这样的人死得这么轻松真的是太便宜她了 真该叫她也常常被人虐待的自我 幸亏那晚三嫂救了我,否则我后半辈子岂不是都毁了 也多亏了紫桃,及时通风暴击,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几日怎么总不见紫桃 大桃子这两日染了风寒,一直在乡房里休养 染了风寒,要不要急啊,我去探望探望她 她怎么说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就在缆清院南侧的乡房里,你要去就去吧 你有没有发现,五帝这几天来王府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的提起死桃 嗯,好像的确如此 嗯,我有种预感,袁莫这心病,说不定有人能治好 你不会是指大桃子吧,星寻五帝只是想当面答谢她 我看未必,静等着瞧吧 还有其次是 我去补购